How Winnie the Pooh is feared by authorities Glorious upon Hong Kong I totally support the Taiwanese I didn't even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n 给台湾旅游局打个电话 问他们怎么不邀请咱们祖国各省的兄弟姐妹们去台湾旅游呢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马来西亚歌手又推出了一个新吐华歌曲 《龙的传人》 那里面满满圣上的风采 希望小粉红可以把这首歌啊 赞扬伟大领袖的歌啊 传回墙内疯传 让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民主自由绝对比台湾好多了 毕竟台湾都是绿共破坏言论自由对吧 所以这个台湾应该会禁掉这首歌吧 我在想 然后鬼岛那首歌应该也会禁掉 毕竟在中国应该也会有 黑暗大陆这首歌可以存在 毕竟台湾太不言论自由了对吧 除此之外 英国YouTuber布兰登 昨天也出了一首歌叫做 你别碰他 大家稍微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这首歌啊 我看其中一个片段啊 要涌流传成一个谜音了 小粉红求仁得仁 希望大家不要认识他 结果变成谜音 大家都知道他了 而布兰登啊 昨天啊 还带着席维尼的网偶跟图片 回到了伦敦的那一个车站 演奏钢琴还有人伴舞 并且与现场的观众科普 什么叫做小粉红 什么是中共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认识我认识他 and this has taught me how music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how Winnie the Pooh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for goodness sake you're a dictator and you're frightened of Winnie the Pooh I'm like my goodness so God bless you all Glory to Hong Kong I totally support the Taiwanese and I totally support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piano was tried to the expression was the Little Pink's tried to shut us down they failed miserably I didn't even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ant until two days ago ok and I think if you don't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ans look it up so god bless you all this has been a blow for artistic freedom this piano has become a CCP little pink free zone 当然啦 看到这边小粉肯定会说 诶你看你们台湾也是啊 对吧 王之安就是英国版的布兰登 哇 原来布兰登拿了观光签 然后到了英国 然后去商业表演 哦原来布兰登啊 在钢琴上 学校了肾脏人士 哦OK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支持你们 所以啊还是要给小粉肯一个大拇指 你们越不想让大家认识你啊 结果反而让全世界都认识你了 还不分国主年纪 新总书记说过啊 每个中国人应该都要说好中国的故事 传递好中国的美 恭喜你们做到了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都烂尾了 对吧 他也说啦 以前他根本不知道小粉肯是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 而布兰登在节目上 也说到香港与台湾啦 诶真的感谢你一直为台独跟港独努力奋斗 难怪公安啊 到现在铁拳的一直都是你们 因为你们搞台独啊 而最近啊 有些小粉想要来台湾玩 想要体验一下被绿共迫害的这个生活对吧 于是拍了一条影片啊 打国际电话 给我们台湾的交通观光部门啊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给台湾旅游局打个电话 问他们怎么不邀请咱们主国各省的兄弟姐妹们去台湾旅游呢 喂你好 是台湾旅游局吗 我是主国大陆的同胞 我想跟你们咨询一下 就是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寒假都要到了 咱们台湾怎么都不邀请咱们主国大陆的小朋友去你们那边旅游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一点都不热情 对啊 我们想去啊 你看像主国大陆各省的兄弟姐妹们都在互动 各省都在互动 邀请其他省份的去玩 特别是哈尔滨 是不是给各省的那个小朋友都取了名字 给咱们台湾的都取了叫小当归了 对不对 我们也想去你们那边玩 你们要热情一点啊 你看就是原蛋那几天 哈尔滨这个城市的那个旅游的收入都是几百个亿啊 对吧你有看到吧 那那咱们主国大陆这么多个地方 除了哈尔滨咱也想去台湾玩一玩是不是 是是是 请问你是哪一人啊 我们是福建省的你们的兄弟 福建省很近啊 对啊 所以我们想去很方便 那你们都不热情 等一番也见不到你们的宣传 一点都不热情 对不对 我有看到你们大陆有人过来 对啊 你们你们台湾的也来哈尔滨了 我们都很热情叫他们小当归 是不是 对啊 咱们也想去台湾玩一玩 真的 应该可以的 那你们要热情一点宣传啊 我们主国大陆很多还不知道 问一下那边的旅行者好不好 问你们那边的旅行者 问一下旅行者 我们是想说你们 你们那边的旅行者 因为没有错过你们那边旅行者办理 你找一下你们 目前那边的旅行者 你问一下我们要到台湾去 我们需要什么样办东西 明白明白 然后那个 我们要知道你们有哪些景点好玩 有哪些东西好吃啊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这个其实上网都可以Google得到 那你这个可以问旅行者 如果我们想来的话 怎么样安排 你们想要去哪里想吃什么 你一个地心站见到好不好 可以可以 问问你们那个旅行者好不好 行行行行 我们去了两次 对你们去了两次 欢迎你们回来主国大陆 参观我们的大好河山 哈哈 我们龙岩 但是我人在厦门 你人在厦门 对 过去就很近了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你要相信我们主国大陆的 这些人民群众的消费实力 一个 嗯行 你会不会那边的旅行者说 要来台湾 要怎么样子办理手续好不好 哈哈行行行 好好好 那也会你们回来大陆哈 嗯 好好好 拜拜 哎呀 首先呢 小当归是什么 小朋友都要这样 会有西归的意思吗 小当归 小当归 那讲这个很好笑 台湾这边的政府人员说什么 你只要上网都可以Google的到 等一下 你要确定 这个小粉红他听得懂什么是Google吗 他一脸 嗯 三小 他一脸这种感觉 为什么你们从一个神 到另外一个神 要透过旅行圣 然后还被限制跨神移动 为什么 而且我觉得啊 台湾的观光局真的太软弱了 人家已经挑战我们的主权了 对吧 把他当服务业 他纳税给你了吗 没有耶 他在挑战我们的主权 对吧 今天中共如果挑战我们的主权 他的兵来到我们的领海境内 领土境内 然后解放军跟我们说 拿着枪跟我们说 诶 我们两岸都是一家亲啊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台湾人 台湾国军啊 还有台湾那个国防部 还跟他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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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知道你们现在做的就是这种行为啊 人家在电话里面 打跨口电话给你吃你的豆腐 你还在那边把人家当服务业 他没缴税给你耶 你是领我们纳税钱的耶 拜托你好不好 那当然不批除嘛 因为台湾的公务员啊 是这个有各各党各派的嘛 各种这个政治立场的嘛 所以你可能大一统 你可能是这个 觉得你自己也是中国人 那就算了 这个叮当别论啦 那人家的意思就是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神对吧 所以有时候该印回去的时候 还是要印回去啊 小粉红是欺卵怕印的啊 估计你不印起来啊 而更多小粉红看到 会继续打电话拍片取笑台湾人 懦弱 去参考一下日本当时被打电话的例子啊 你可以用一个打入机嘛 或是放这个8964反共的敏感词 哎 这不叫做拉低机的选择 这叫做维护主权 而最一开始是你们家政上啊 在蔡英文上台之后 首先禁止个人自由行 后来蔡英文准备第二次选总统的时候 你又禁止了团体中国游客对吧 那碰巧啊 疫情来了 我们也才宣布禁止中国旅客进入对吧 那现在只开放第三地的观光中国旅客来谈 而且啊一开始圣上啊 停止这个来台湾的自由行的时候 我也没听你们在那边说三道四 对吧我也没听你们在那边骂圣上 而你说什么哈尔滨旅游三天六十亿人民币啊 14亿国家的人口啊 哈尔滨三天的假期 264亿台币这样叫很多吗 拜托哦 你知道就是消费降级了才去哈尔滨吗 以前这个时候你们可是去三亚海南岛的啊 2023年12月1号到12月3号 新竹的一家百户公司就消费了13.7亿 台中2023年10月星光三月的周年气囊 一家消费了49亿 台北11月收购百货周年气囊 那一家店一天消费了13.2亿 12天啊那一家就消费了120亿 台北车站前面的新光三月店 那一家一天周年气就消费了4亿 中山的新光三月店啊周年气就消费了5亿 还有我再举例吗 我们只有2350万人口而已哦 而新光三月的公司啊在全台湾啊 台中台南台北之类的哈 桃园加在一起10月的党期就赚了206亿 然后再加上前面其他各个大大小小的不同百货公司 还有很多很多百货公司我都没有举例 所以你跟我说14亿人口中国三天在哈尔滨的消费降降很多吗 你们不要搞笑了 你人口是台湾的65倍耶 结果你总体GDP只有台湾的23.5倍 从人口平均来说你如果要赢台湾起码你的GDP要赢过台湾的66倍以上 是不是但你没有啊 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台湾应该也比北欧五国的GDP多非常多对吧 对吧起码我们比这个瑞典丹麦啊那些国家的GDP都还多 因为他们人口少啊 所以我们单体消费绝对都比他们高咯是这样吗 所以台湾比北欧进步了 不能单单只看数字不看人口啊说数据不信那说感觉 然后你说跟你说感觉你又比拳头 还要跟你比拳头你又说啊那我跟你比仁慈 哈哈哈跟你比仁慈你又说我们要讲法 哇啊 我还没跟你算其他城市的观光收入 台湾也是名列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的国家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比什么 台湾最近一堆欧美日韩的观光客尤其是西门町啊 泰鲁格101一堆日韩客啊 尤其是我前几天去的西门町去的101WATOF 怎么讲韩文的比讲中文多啊 那东大门一堆新马印尼越南的啊 那最关键的是人家尊重我们 是一个国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 哪里像你们啊 来的又要嫌又要骂 然后又要贬低我们 又要认知作战 又要觉得呃 咱们台湾啊 任何都不如祖国是吧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逻辑分裂什么 台湾省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是你所谓的同胞 那台湾怎么可以违背中共党中央的命令呢 不让你们来呢 对吧 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又不能来的这个前提之下 不就是中共中央的意思吗 那你应该要去跟中共抗议啊 对吧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 不相信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下期再见了 掰